星期日太武士報和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 收到一份匿名文件 內涵五千名田徑運動員的 一萬兩千筆協議報告 其中超過八百人 即有可能使用過違禁藥物 對於文件內容是否真實 國際田徑聯合會並沒有做出回應 只表示將持續加強對禁藥的使用調查 並盡力尋找有效的解決方案 為了對抗全球暖化的趨勢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三號宣布 將實施截禁能源計畫 獎勵各州政府與電力業者投資 太陽能風力等可再生能源 預期在2030年 讓全美發電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32% 這項法案是美國目前規模最大的抗暖化措施 耶路撒冷在30號舉行一年一度同治遊行 遊行中發生隨機殺人事件 造成6人受傷 其中一名16歲少女希拉 在8月2號宣告不治 嫌犯是一名猶太教極端正統派信徒 2005年曾犯下同樣罪行 直到三週前才獲得釋放 以色列內閣在8月2號召開特別會議 未來將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打擊猶太極端分子 續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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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費 以上